各位投资们大家好 今天台股封关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大师兄 孙武宗 今天是2021年2月5号 星期五 今天台股封关收红盘 所以可预期 新春开红盘的机会 也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市场的气氛跟资金 都相当的不错 老师在那边讲 新春开红盘 很高兴 有投资朋友 有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我们帮各位老师说 昨天跟各位说 今天会带家做 今天老师帮大家带了一个call 买在接近最低点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盘中将一路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新春开红盘的机会在 老师昨天就在节目上跟着讲说 这个地方有两个商品 一个是call 一个是put call就是可乐 put就是葡萄 那看多的买进call 看空的买进put葡萄 那可乐就是看 跑跑往上走 看多 那葡萄就是葡萄 橙橙橙橙往下掉 他就是看空 那在这个地方 老师在这个地方操作选择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老师跟各位讲说 讲了将近一个多月 这个地方跟大家说明到 就是说 当波动很大的时候 你就要利用选择权来赚钱 那老师都答真 好那可以看到 因为你看做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看得懂市场的结构 很多分析师 很多老师在节目里面 他都不讲结构的 因为真的会看结构的老师不多 除了你的敏感度盘感 你要所有的技术分析 基本上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你看得懂结构 你才知道怎么去定义 因为他们都没做过操盘手 老师都操盘手出身的 操拌手 所以我们要知道结构 就是结构市场的整个内涵 你要了解内涵才能够定定策略 你不知道内涵结构 你策略定出来都乱定 所以孙子逼法里面讲 知己知彼百战不淡 那你知道策略以后才知道趋势 人家别人市场 整个市场的主流在往哪边走 那如何去控制风险 大赚小亏 就是赢家 那我们看到我在上个礼拜 赚了将近100% 这个礼拜赚超过120% 两周合计超过200% 我今天又出手了 老师我在做选择选 不会天天做啊 天天做你都被时间下来 我们都要做在转折点 厉害就要做在这里 好 那我们知道今天收盘涨了96点 好 那收在115802点 成交量2804亿 好 那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该怎么做 好 你看老师在做选择权 上上礼拜 你看到买进红色的那个镜头 是不是买在 我要做空 我买在那天大涨 台指数大涨 马普特刚好买在低点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买在相对低点 我在接近尾盘买进 然后再放了1234 四个交易 然后星期三结算日平掉 赚了将近100% 这个礼拜做空15200的 买在什么时候 买在星期五 我在这个礼拜二大涨卖掉 赚了超过120% 两个礼拜加起来超过200% 我在昨天节目讲说 我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权 刘昌 我做了一个箭筒那里 我做了一个买一个call 我买了一个call 那星期三考盘 大家等着看 做行情有波动我们在做 没有 我们就要休息选择权 那我们就要做旗子或个股 那我们看到整个行情台积电又涨褶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盘啊就是在台积电里面 那我们既然台积电是这样子的时候 过完年还是资金小板还是明后对高货 老师一直跟各位讲这个行情啊 就是明后对高货的行情 那今天交易清淡很正常 老师上上礼拜就跟各位讲 上上上礼拜先下后上 所以你看我就说上个礼拜下 我们就去做put 做葡萄 葡萄成熟时 这个礼拜我们知道会上 稍微上个礼拜我们买进口 星期二卖掉漂亮吧 我们知道再来就剩下三天要交易清淡 会在那边整理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价值 所以老师就三四先修宾 那今天礼拜五 老师知道会收红盘 所以早上我就去当行情跌下来 我们就进去买一个扣 买在最低的 期货也是 老师今天做期货做的非常的漂亮 看下今天期货买在箭头那里 大盘在回的时候我们买进 过的没多久就抠起来了 抠起来我们就没掉 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冲上去卖掉 过没多久 補一下就掉下来 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老师知道今天封关 你起太多 涨太多 怎么样 从逆价差涨到变大幅的正价差 这个地方就是过度的预期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封关 后面还有长价 所以市场不会那么热 总是有人会怎么 获利回度 我赚今天赚有够了吗 赚200几点有够了 人家就落车了 当然老师没有赚200几点 因为老师买的时候已经去 早上买进 我们赚了100多点 很漂亮 赚了大概快120点 然后后面还有涨 后面才差了大概四五十点 高点 不管它 我们撞完后面就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 下来 但是我们的call 我们尾盘再进一档 再进一个call 流畅 这个就是操作 实际的操作 我想你的老师 分析师不敢这样子 像老师这样 这不公开透露 台积电主流 又是在半导体 风海这些连电 就是在这些电子集团库 所以你这些操作 你在买的高雄 你就是要留下 人家在冲那些 你不要贪的投资 台积电 它是怎样 现在要霞幅震荡 预期怎么样 才有空间 往上开 各位到这边 你认为 1623到16238 那是历史高点 是不是历史高点 这个行政 结束了吗 我认为还没结束 所以你要看 从类股轮动 整个行情 从类股轮动 到集团股轮动 老师一直跟着讲 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这种波段操作的时候 你要了解到 整个市场的结构 老师都在这市场 事先跟你说 这个行政要怎么走 所以你要了解 当行情 回到这样的主轴的时候 这个call会到哪里去 你想要怎么样 一个礼拜换 照你背 老师跟你 老师做个 老师跟你讲 这个盘 一直都没有出现 大涨超过500点 或500点之前 这个经济涨还在 但是长假效应之后 新春开号盘 有可能当天 政府就超过500点 开盘就超过500点 为什么因为长假 把整个累积的 包括这周累积的 整个压力 一次给它爆发出来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来解释说 这个行情在这里 你该怎么做 该怎么看 包括你要做机会 包括要做股票 包括要做选择权 你总要一定要看得懂结构 你才赚得到钱 不是这么简单 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还是AI 什么红买绿买 没有那么简单 行情要看有 要知道什么 要出手 不是一天 在那里穿来穿去 怎么会赚钱 我们是要赚钱的 不是玩电动游戏 玩电动玩具 电动游戏 啪啪啪啪啪 对不对 那不是钱的顺利 你这钱在顺利 你钱是辛苦赚来的钱 所以你要特别的了解 当我们在做行情 做结构的时候 你要看 所以你看着你每天 你追踪老师的节目 老师都在节目上告诉你 这个盘怎么看 这个结构怎么看 你的看着就是什么 倒定夾赚 老师今天机会 有点轻松的 不过一点钟 我们就一定会 等百多点出来 我这二专都说 我的会儿也说 老师参加你也真是赞 我有一个会儿 团长参加 今天把会会都谈回来 不管机会选择权 不够漂亮 这个盘 因为四个师军都在拳之谷 所以呢 这个地方因为很容易开大奖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 这段时间 选择权不是天天让你玩的 不是常常玩 就要有波动 才可以出手 所以你看为什么 最近一个月老师都在推 告诉你选择权 为什么 因为知道波动很大 你看这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有很多 零星也有一次 两天六百点 漂亮 抓到了两百多百 碳钱要比赛 那我们看到 现在整个资金在哪里 还是在半岛底 台积电联发科 天域、鴻海、日月、光頭 都是設半導體有沒有 然後藍電 PCB的、華邦電、DRAM的 聯電、優達、新晶 資金都在這裡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要了解說市場在這裡 那這個結構有沒有改變 結構沒有改變 你就是安心 趨勢就是在 結構開始改變 你就要開始思考 它是要急漲呢 還是要開始下來呢 還是要開始要整理 那你知道的時候你就開始要定策略 整理有整理的操作方式 跌有跌的操作方式 漲有漲的操作方式 對不對 你看不懂你根本不知道 不是用猜的 所以整個行情在這裡 我們都了解結構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怎麼操作 剩的時間呢 因為來過年 今天新春開風盤 封關來就要等新春開風盤 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中氣大發財 那有興趣的電話交進來 那我們新年過後開風盤 再帶大家一起分享 也許你再繼續追蹤老師的節目 你對老師分析結構 要跟著老師一起賺錢發財的 電話交進來 02 239 239 8 8 控理239 239 8 8 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五年大發財 謝謝 拜拜